今天我们提倡灾难先前了 我们提倡一下求六合金 我们不能要求别人学 要求别人学你是错了 自己学 别人对我不合 我对他要合 合的标准是什么呢 这六条 第一个 见和同结 当然 这他跟我不一样 见和同结里的最重要是讲什么呢 变法界虚空界 一切万法 跟我是同一体 同一个 自信 亲近 人民体 凭什么活 就凭这个活 我是自信先前的 他也是自信先前的 一切畜生 是自信先前的 花草树木 山河大地 统统都是自信先前的 我不但给一些人活 一些友情 众生活 跟花草树木也好 跟山河大地也好 跟整个宇宙 统统是一片火气 一体 我不要求他了 我要求我自己 他没有明了 我明白了 借和同修 根本借 弟子规 感应篇 十三夜道 我一定是 要把它落实 真正做到 我不要求别人做到 你要要求别人做到 那你跟他就不和了 我只要求自己 我不要求别人 我见到人 我一定是九十度 九公里 我不要求他们 对我九十度 九公里 我这次在巴黎 跟天主教教皇见面 我看到 天主教里面 这些书籍主教们 见教皇 行李 多少度了 看大概五度吧 头点一点 头点一下 可是我们见他 他一定是九十度 我不要求他对我 我要要求我怎么样对人 那么底下 身同柱 口无真 义同月 都要在自己身上 落后一条 利同君 这条很现实 我得到的供养 能不能分给他 一定要分 他有需要 就要帮助他 他没有需要 就不必提 有需要的时候 虽然他没有说 但是他需要 主动要帮助他 我们自己 才能做到 不要要求别人 你在一个家庭里头 你自己做到了 我相信 不会太久的时间 你家里面就受干化了 你这个家庭 就变成了六合金的家庭 六合金的家庭 最现实的 还就是 经济 财富 你家里面的财务 拥有的财务 看到别人有欠缺的 你能不能帮助他 这是很现实的一条 其他的 我觉得都很容易做 真的 虽然讲共产主义 诸位晓得 六合金是真共产的 没有私财 我自己有的财务 是大家共享 共产主义 不是马克思发明的 释迦摩尼佛这三千年 已经提倡共产主义了 马克思 那是以后之后 他没有真正做到 跟释迦摩尼佛相比 他差远了 这是我们一定要懂的 学了之后 如何来落实 我们这样做 成就自己的德行 圆满自己的福德 圆满福德 不是为自己 为什么呢 为今天苦难的众生 真正有个福德的人 住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 纵然有灾难 灾难不能化解 我们一个人这个德不够 不能化解 但是可以把这个灾难减轻 这肯定做得到的 减轻多少 那是我们的功力 我们的念力 这个意念的力量非常大 我们做的行的力量 这通通都有关系 我们能做到继承 我们真正的帮助了这个地方 灾难能够减轻 灾难时间能够受断 大灾难能够变成小灾难 小灾难就化成无灾难 心地清净 平等 慈悲 也要像 永民严寿大使一样 不夹杂 丝毫 自己的名利 这才行啊 夹杂 一点点名利 现在里面 就把你的功德破坏了 这个道理不能不同啊 你争作 人家看到你是很苦 苦行僧 你自己是无比的快乐 世尊教导我们 学佛是学什么 破米开悟 历苦登陌 你要是到这个境界了 你所看到的世界人 谁快乐 自己快乐 谁苦啊 你所看的 云民众生 他们苦啊 那是真的不是假的 现在人讲压力 你看看 现在这个世界人 谁没有压力 你小学生都有压力 他没有压力 他为什么会跳楼 会去自杀呢 谁没有压力啊 真正学佛的人 没压力 身体没有压力 精神没有压力 你说你多自在 你多快乐 真的离苦的路 不是假的 你听不懂的 是什么 你不懂的 是什么 我发现了 我发现了 还不懂的 我发现了